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完成犯罪后从警局消失 凶手肯定也是警察 泰柱开始调查所有警员的不在场证明 动辄首当其冲 接着是案发当时的两名刑警 出事后 李刑警去叫救护车用了七分钟 可两分钟就能完成的事 他为什么用了七分钟 凶手一直在等待时机 泰柱怀疑是他故意给凶手制造的机会 泰柱如此针对自己人 让动辄非常不爽 可案发当时 泰柱和阴警官在医院 动辄在家 现场只有李刑警和赵刑警 凶手就在警察内部 泰柱不得不怀疑他们 但他们是动辄亲自挑选 一手培养起来的 动辄对他们有绝对的信任 而泰柱的意思 事先摆脱自己人的嫌疑 让那些看热闹的人无话可说 泰柱写完案件报告书后 交给了金科长 金副理领养了金明熙后 虐待了他很长时间 金明熙身上的伤 和金副理的伤口完全一致 凶手肯定是为了替金明熙报仇 可现在最有力的嫌疑人老梁意外死亡 如果没有新的线索 案件可能会就此终结 凶手现在总共杀了四个人 高荣书 韩冲浩 金副理 老梁 韩冲浩也是高荣书被杀时 唯一的目击者 这么看来 凶手真正的目标 是高荣书和金副理 杀韩冲浩和老梁都是为了隐瞒真相 杀金副理的话可以理解 是为了替金明熙报仇 但为什么要杀了高荣书呢 不可能没有任何理由 这时 李刑警怒气冲冲的来找泰柱 原来因为泰柱的案件报告书 李刑警被解除职位 赵刑警停止反省 李刑警咽不下这口气 这才来找泰柱算账 事已至此 东哲让他们先回去休息 等这件事结束后 他会想办法的 因为嫌疑人老梁意外死亡 金副理的案件没有公诉权 要终结了 事情发展成这样 东哲也很郁闷 因为这件事 整个办公室的人都不待见泰柱 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觉得泰柱做得很对 还给泰柱加油打气 他叫李顺浩 下班后 东哲带着李刑警去喝酒 没想到泰柱也在这儿 李刑警顿时眠了兴趣 泰柱厚着脸皮和他们坐在一起 他有话要对李刑警说 可李刑警直接给了他一拳就走了 泰柱回到警局 既然凶手隐藏在警局内部 那就一个个排除嫌疑 凶手的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 身高175到184左右 警局上下有200多号人 这个工作量确实不小 泰柱突然想起 凶手为什么会知道 韩冲号会去火车站呢 难道执行抓捕韩冲号的任务时 他也有参与 范围断时缩小到当时在场的警员 现在总共有25名嫌疑人 凶手对隐藏在里面 泰柱还有个秘密武器 那个录音 分析凶手的声音 就可以再次缩小范围 但这件事得秘密进行 录音是现在唯一的证据 不能有任何闪失 而且凶手也不知道 那个录音的存在 泰柱让人寻找 杰明熙之前所在的孤儿院 李顺浩负责此事 他正在一家一家的找 目前还没找到 泰柱突然想起一个地方 当初在追金明熙的时候 他来到了成一路42-7号 可是1988年 还没有成一路这个地方 唯一的线索就是两层楼 门上有个十字架 泰柱拜托李顺浩 尽快找到金明熙的孤儿院 回到办公室后 泰柱发现录音带不见了 这下麻烦大了 那可是唯一的证据啊 李星景突然大闹警局 录音带就是他拿走的 赵星景上前劝说 让他冷静一点 没想到却被揍了一拳 录音的内容被李星景公开 他一怒之下离开警局 泰柱他们跟在李星景后面 原来他们早都串通好了 刚刚是在演戏给凶手看 原来那晚他们已经商量好 让李星景拿着录音带 去大闹警局 吸引凶手的注意 李星景的特长就是骗人 做这件事再适合不过了 现在就等凶手去找李星景了 可是已经过了20分钟 李星景还没发出信号 泰柱总有不好的预感 他们立刻前去查看 原来李星景已经被袭击了 凶手趁机从背后偷袭他 他们一看清凶手的脸 录音带也被拿走了 好在他做出了反击 捅了凶手一刀 凶手应该还没走远 泰柱前去追击 可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一辆公交车路过 泰柱就这样错过了凶手 李星景的脑袋比较硬 并无大碍 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比凶手抢走的录音带是假的 他现在知道有录音带这个证据 肯定会害怕的躲起来 泰柱已经把25名嫌疑人缩减到了17名 现在只要把他们都叫过来 谁要不有伤 或者借口不来 谁就是凶手 现在17个人都到场了 看来只能查看伤口来确定凶手是谁 但奇怪的是 17个人都没受伤 肯定是哪里出错了 他们开始一个个盘问 结果发现有个小子在抓捕寒冲号时 居然没去现场 那天是李顺浩提他去的 他跟李顺浩也不是很熟 但李顺浩非要提他去 泰柱查看李顺浩的档案 这时 刺伤凶手的玻璃碎片上的血迹也鉴定出来了 是B型血 和李顺浩的一致 血液中还发现了一种细菌 会引发脑膜炎和哮喘 凶手从小就得了脑膜炎 如果没有及时接受治疗的话 末梢神经系统会受到影响 杀害韩冲号和找到小台住的人就是李顺浩 李顺浩不在警局 他身体不舒服提前下班了 他们立刻前往李顺浩家 但这个李顺浩并不是他们要找的那个 他根本没申请过当警察 他已经服过役了 前年才退役的 看来凶手是借李顺浩的名义去当的警察 服过役的人只要过了面试就能被聘用 凶手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泰柱查看李顺浩负责的所有罕见资料 全是走势儿童 离家出走之类的 他在找人 他是1988年2月23日入职 和泰柱是同一天来的 最后见到李顺浩的同事说 他下班前接到一个电话后就走了 是殷警官打来的 而殷警官现在也不见踪影 泰柱想起他跟殷警官约好6点在市政厅见 泰柱的表是6点15 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是7点15了 他们立刻赶往市政厅 可还是晚了一步 殷警官的包掉在地上 管理员说 7点10分的时候 还看到殷警官和李顺浩在一起 之后就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东哲发现一块手帕 上面有麻醉剂 看来殷警官已经被李顺浩绑架了 泰柱非常自责 2018年 他因为放走金明熙 害得前女友被绑架 而1988年 又害得殷警官被绑架 这次 无论如何都要抓到凶手 和2018年一样 他又开始在大街小巷寻找凶手 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而V的线索 就是成一路42-7号 好了就刷到这儿吧 火星生活第11集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登登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